大家好 我是赵明 我们现在正在金港赛道 为什么会在金港赛道呢 因为前两天我写了一篇 关于全新奥迪RS系列 RS5四门 RS5两门 以及RS4旅行版的新车的文章 那么在文章评论里头 有很多人在这个地索在踩我 以我这个非常刚的性格来说 我一定要把这些踩我的人 请到这里来感受 全新的奥迪RS系列的车型 那我今天请了两位保时捷的车主 那么为什么是保时捷车主呢 那么我们一会儿 在后面的这个视频会告诉大家 我平时挺喜欢开车的 然后对驾驶这一块要求特别高 保时捷这个品牌肯定是没话说 然后我当时那个预算呢 正好可以买这718 如果能加一点 肯定是911那就完美了 当时之所以挑这车 是因为这车综合性能比较高 符合我的这个预期 既有性能又有空间 坐着还是比较舒适 所以当时也没别的选 就选了这辆开软了 707年我就有一个 奥迪A4的3904区 那车开起来的尖宝 特别顺手 算下来那车落的一件不便宜 快赶上当时北京一套房子 我当时看张叔写那篇文章 按照他那说法 RS5那车在性能上领先 我这车不只一个台阶 他那车三秒多 我这车才五秒多 我当时在网上查了一下价格 然后发现他那个跟我是差不太多 再加上外形还挺酷炫的 我所以想去试一下 所以这回张叔一写这RS4的这文章 我立马我就来了兴趣了 我马上我在底下我怼了他一句 没别的意思 主要为了引起他关注 好把我拉进来 我倒要看看这RS4这旅行版 它全面在哪 跟我这个凯燕比比 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我这宝日节也开了几年了 如果我RS5真的那么好的话 我下一步可能会考虑一下 我有问题想问 为什么我写的文章 你第一个出来 咱俩这么多年了 你第一个出来递死我 你误会了 我哪敢递死你 我看你那篇文章 我就对RS4旅行 我就贼感兴趣 因为你也知道 我这人本来就好车 当时买凯燕 那些各种考虑 所以你一写文章 我说我赶快过来 我一块看看车 走个后门是吧 引起我的关注是吧 对 行 那给你留个时间 好好看看车 对 你闪一边 我好好看这车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 保证捷车主 90后的718车主 刘先生 他也是在网上 怼我怼的最厉害的 那我想问问 你为什么这么不喜欢 奥地RS系列 我当时买718的时候 在这个价位 我觉得不管是 保证捷的品牌 还是性能 操控都是最好的 没有其他 那我觉得你得 好好体验一下 今天的这个RS5 不要当键盘车神 体验之后 你再跟我聊 你对这个车的看法 我这岁数大了 我考虑的就比较多 我要看看这台车的 咱们得综合的考虑一下 看一看 咱们先来看看 这个后备箱 我觉得这车外观 看起来还行 尤其是这个两门板的 造型挺酷挺炸的 你看他这个 还电动的 自动就收起来 空间可比 我想象中还要大 甚至比我的凯燕的 这个空间还要大 从底板到这上面 能装不少东西 这空间非常不错 现在保日节 718都快成接车了 这保车后边 还多俩座 又这后排空间 也非常不错呀 因为我平时 肯定得带着 老人孩子要出门 那这个空间 我觉得应该能满足 之前我选过这种 大几十万的性能车 像这种空间的 还真是少 几乎没有 特别是你看 它的舒适性 和它的两侧的贴合度 那种包裹长度 哪怕是长途 我觉得应该也会坐得比较舒服 别看我一头白发 我这心太年轻 我还是希望有一些新的元素 年轻的这些状态的展现 你看它的这些按键 包括 包括这个大屏 小屏 特别是前面 这个整个的一体化的液晶屏 这是凯燕现在没有的 我试一下车动力 切到RS模式 找一个指导 这动力还行 比我的718强多呢 那这车就能开起来了 我跟他们不一样 你看他们蹭就跑了 我这得多考虑考虑着 带着家里 老人孩子一起 不管是驾驶还是乘坐 到底舒不舒服 咱先体验天车 你看它整体 这声音还是挺安静的 没有什么噪音 拐个弯呢 也不滴 整体的这种 坐上的感觉 就会非常舒服 老张告诉我 这车呀 有一个RS这个切换锅 说你按了这个键以后 这车立马变强 一下就变成了一个 高性能版的 战斗飞车 咱一会儿来试试 哇这 这推背感 给你摁在了座椅上 听到这声音 试一下这奥迪 当家的四驱系统 前面过几个弯道试一下 这车极限还行 挺高的 这车极限挺高的 感觉在过弯道的时候 比我那718让我更有信心一点 718在弯道里边经常会有一些小的修整 但是RS5这个四驱版的弯道里边 我感觉更文件一样 这车开起来非常的顺势 无论是直道还是这种弯道 特别你看过弯的时候 它都操控的感觉非常不好 比我现在那凯燕强 因为凯燕毕竟是个SUV 高一级 但这个车 很稳 老张跟我说我这车的这个发动机 现在是2.9T的 是奥迪跟这个保时捷联合研发的 当时我买凯燕的时候 只有S才配这个发动机 所以你就琢磨这车这发动机 配在这么一台车上 这什么性能啊 为什么开着现在这么顺 既能保证它的这种舒适 又能提升它的这种整个的操控 这种感觉 绝对是赛车级别的现在是 之前在京港我也开过奔驰C93 宝马M3 但是我感觉那些车对赛道驾驶经验 没有那么丰富的人来说 不是特别友好 但是我现在试驾这个RS5 我觉得能轻松把我之前718的圈速给破了 刚才教练说那个后桥运动插速器 你看这过完的时候真厉害 这车多少钱啊 这价格还真行 那么两位保证机车主 已经提案了我们的这个RS系列 那我们先听听这个718车主 对这个RS5有没有重新的评价和改观 刚刚开了几圈下来 我觉得RS5双门版 在京港的赛道程 你比我718快好几秒 动力性能也更好是吧 对我觉得性能实在太炸了 外观也不属于你那些 因为你那些都快成街车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行我们现在再听听这个凯驾车主 对这个RS4的评价 对我开的这个是RS4旅行版 我觉得这款车真的很全面 那不管是动力性能 还是整个乘坐的舒适度非常的好 空间也不属于你的车型是吧 空间我完全满意 对对对 那么我们两个保时捷车主 聊完了他们开RS系列的感受之后 为了避免这个王涛卖瓜 自卖自夸 我请来了我另外一个好朋友 豪车市的总编辑王坤 王总 这个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但是他心中的这个RS系列的这个看法 大家好我是王坤 今天非常有幸啊 这个收到上面的邀请 然后呢来这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我对于RS的一个感受 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在这个 德系的这个三驾马车里边啊 这个都有自己各自旗下的高性能的这个子品牌 比如说像AMG像M 然后再像这个RS 可能RS呢本身对于这个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 没有前面的两个那么这个知名啊 但是呢这个RS其实在这个性能上面呢 和这个M包括和AMG呢 一直是并驾齐驱的 而且呢RS车系实际上一直以来呢 有一个奥迪的这个女生寄来的一个神器 也就是它的这个四驱系统 那么在这个我们今天后边这几台这个车型上面呢 装备的是奥迪最新的 这个托森的第三代插出器 也就是Type-C的这个插出器 那么它的好处呢是在于 能够100%无延时 然后100%能够把动力呢 实时的传到这个四个车轮上面 按照需求来传递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 是40%的这个动力给它前轮 然后60%的动力给它后轮 是偏后驱的一个设置 当然在需要的这个情况下呢 它可以60%给它前轮 也可以80%给它后轮 这样的话呢 它是一个完全无极的这么一个改变 你这个驾驶者呢是完全感受不到的 而且你不用参与到其中 你只顾开车就可以了 所以呢这就引发出来一个 RS的车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觉得特别大的一个卖点 就是说让我们更广大的交配者呢 能够体验到 能够更加轻易的体会到这个驾驶的乐趣 也就是你逼近这个驾驶期限的时候 那么车辆带给你那种快感 那么这是RS这个车型呢 可能更加能够让我们更广大的这个人群 能够体会得到的 所以像VMD和M都是在大排量上面 都是还是后驱 对的 只有M现在才刚刚配了这个四驱 对 那么大排量后驱车 我们知道其实在掌控起来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而且呢是需要一定的这个驾驶技术 但是呢在我们今天这个RS这个车系里边呢 可能我们一般的这个消费者 那么经过简单的适应以后呢 也能够非常快速的就能在他的车上 体会到这种驾驶 带给你的这种快感 还有一个这个潮流啊 其实整个超好的这个车型里面啊 不管是法拉利亚 兰莫基尼啊 也都逐渐在采用这个四驱的系统 再加上一些新的技术 来使这个驾驶难度降低 也是一个道理 对 也是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就是让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呢 能够更加的轻易的体会的到 驾驶的这种乐趣 能够让这个驾驶乐趣呢 能够被我们这个消费者啊 去能够感受得到 因为你开这车 尤其是高性能车 其实更多的是看中这台车 它背后带给你的这种驾驶这种感觉 除此之外呢 它的这个RS车系呢 后墙还装备了一个运动化的一个插足锁 也就是能够让这个 两个后轮之间的这个动力分配啊 中间可以差距能达到1200牛米 那么所以说呢 在硬件的这个配置上面啊 可以说我们后边的这个RS车系呢 是非常强大的 对 而且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车 不光是平时能下赛道 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就是 这个车尤其RS系列 感觉就是上的经堂下的厨房 买的了菜 也这个下的了赛道的 这么一个感觉 对 我觉得这样很多消费者是可以很舒心 很放心很轻松愉悦的来享受这个感觉 对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 其实我认为奥迪呢尤其是RS车系啊 在这个让更多消费者能够体会到驾驶乐趣 这个潮流上面呢 它已经领先一步了 那今天非常这个谢谢这个王总给我们的这个点评 我建议所有的这个网友 一定要到店里去亲身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奥迪RS系列 你才能感受到它在驾驶乐趣上的 给你带来的这个与众不同 比AMG M 那么后面还会有RS6 RS7都会引入到这个中国市场 骄傲于赛道 结傲于街道 当我体验过奥迪城市空中赛道的激情之后 更加期待20号位于折赛的上市发布 期待我们有一个惊喜的售价 让我们大家一块来感受奥迪RS的魅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